在幾間大學校園裡面 都有暴徒將一些大學設施大肆破壞 理工大學的泳池 中大後山的草地 都變成暴徒的練把場 用汽油彈燒到分黑了 大學裡面的校巴、車輛 被暴徒偷了來運送一些武器和汽油彈 大學這幾天已經停了課 校園裡面的暴徒時時刻刻 都令學校更加危險 大學裡面有人弄汽油彈 有人在這些異言物品、異言液體隔離 點名火食煙 大學的暴徒又設立一些 他們所謂的檢查站 不讓跟他們意見不同的人入學校 也不讓部分的傳媒進去採訪 甚至限制救護、消防、 或者運載超市食品的車 進入這個校園 其中浸大隔離的醫院 病人和醫生都因為暴徒在整條街上 建了一些磚牆 路上設了一些磚鎮 以及一些檢查站 出入瘦了 不過這一刻我們很希望大學生可以懸疑立馬 不要令自己大學和社會回不了頭 警方對在大學範圍裡面的情況急劇變化極為關注 由一開始只是在大學出面扔野倒路 到全面佔據接管學校 將校園變成暴亂的橋頭堡 警方會繼續密切留意事態的發展 如果情況再惡化下去 警方必然會有相應的措施處理